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今天台股的下跌 跟前几天的美股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今天是从日本抛出了震撼弹 因为大家知道 日本一向是货币最宽松的地方 但是今天日本央行竟然说 累生息 好 它是放宽了日本债券的殖利率上缘 不懂没有关系 但是它的重点就是在 日本也在做紧缩资金了 这个对亚洲来说是个很大的压力 之前欧美它在紧缩资金 我们好像没有跟上 但是如果连最宽松的日本都觉得要紧缩 那大家要留意了 明年景气已经不理想了 然后连亚洲市场都可能要资金继续紧 这个对股市会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所以我想今天不管是内外资都感受到了这股压力 台股的跌幅也相当的重 半年线给跌破了 好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我们的技术面大师杜金龙 杜大师来到现场 杜大师之前一直告诉我们台股绝对会伴随着回挡 但是一旦回挡现在到底有没有破杜大师上次讲的支撑呢 好杜大师要来告诉你哦 还没有 他的看法现在都还没有变哦 到农历封关年前您手上的股票还是有机会出托在高点哦 如果您喜欢做短线的确实还是有蛮多股票 有机会再谈一波 不过不过今天杜大师也特别强调了 好多好多的标股有明显做头 所以他今天也会列出来 从历史上的经验哦 千万不要买在头部哦 一套很多年都不会解套 他会告诉你哪些股票在做头 还有我们的型男股神微良来到现场哦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哦 现在老板卖股票不申报 一直到下个月在公开资讯观测站才被公布 哎你的持股怎么一个月减了两百张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他每天九张十张的卖 所以不申报 这样子是不是对自家公司很不看好呢 微良今天要把他揪出来 到底谁在这样搞哦 然后呢也有一些公司不错啦 老板趁这波下跌是在买自家股票的 今天正反两边微良都会帮大家做介绍哦 最后是我们的价值投资达人 存股交付古鱼哦 好古鱼观察到一件事 马斯克啊这个人啊又出怪招了 他又开始民调咯 我要不要离开推特 哦百分之五十七趴的人 百分之五千人叫他离开好了啦 推特被你弄得乱七八糟 但是马斯克曾经讲过 明年哦二零二三年 全球会有金融风暴 到底还在想什么啊 最近特斯拉的股价跌那么多 你手上有电动车ETF应该心慌慌哦 古鱼语出惊人 他说涨十趴的时候电动车有前景 跌三十趴电动车的前景可能不见了 那这些ETF该怎么处理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被日本央行突袭啦 杜大师想都没有想到 对因为他一向都是亚洲最宽松的嘛 所以日币之前还对美元贬到一百五十一块钱 好结果他突然说 这个日本的债券殖利率的上元要放宽 意思也是债券的价格可以下跌 也资金要收缩的意思啦好转银派 日本转银派这个对亚洲股市的压力非常大 今天台股一口气破半年线 量都被吓出来了 上礼拜都一千多亿而已 今天两千六百多亿 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杜大师之前虽然告诉我们会反弹 0.382或0.5 可是谈下来了到半年线了 我们很害怕是不是已经谈完了 已经要正式做头结束 我记得我们这一波从一二六二九 涨到这边涨了两千五百三十二十三点 那时候我在这节目想说 应该回0.38位置 大概是在一千四一万四千一百八十八的 今天跌破 那时候造法一直在讲说 我要0.5的位置 大概是一四三八九 所以现在看起来还是美理造法比较对 所以大家帮他按赞一下 你那时候说我很空 对 因为我说要回檔到0.5 这样就要破万四 对对对 那我是认为万三 这边应该回0.38就要撑住 那现在今天盘中破了 破了那个所谓0.38的位置 那大家还有一线生机 大家看一下 我们国安基金进场位置在这边 一三九二八 那这边我们上次有讲 这边不是一个 圆形底带把柄 测染等物垂止剂 我们认为说会涨到一五一四多 那这一个点 我们有编出来 十月六号 一三八九二 是 那在我们形态鞋大家把这一条低点高点花一条 这个叫X线 X线 那X线的话 他这边有两道支撑 往右他这边也是0.5的位置 赵华喜欢的位置 大概 0.5到底是几点 一三八九三的样子 一三八九三的样子 那也是我们季线的位置 我们季线 也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刚才我们标题有讲说 跌破半年线 那在技术温馨 大家一定要记得 台股的两条线 最重要是 半年线 再来是连线 所以半年线 跌破理论上 今天我刚好在11点 多的时候 因为要上节目吃水饺 看到怎么股票大跌 想说怎么跌成这样 后来才知道 日本宣布那个消息 那可是大家也不要怕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今年到11月份的话 日本大概跌6% 我们已经跌18% 加上这几天 我们大概跌22% 所以今天日本 日元升值2% 日本股票市场跌了比较多 可是他相对的跌幅 还比我们少 我们已经老早被美国升息的时候 我们就跌了一大段 所以日本今年算强 对对 那我们回来到 我们现在短线的话 就说你回来以后 我们连跌7天 就从10月1号 高点15152 一直天天跌跌跌到现在 对 那我们现在剩下7天 就今年要空关 所以以前 我们在做法联的时候 在某一个自行商的话 法联的话 我们有时候 年初会先卖股票 把利润实现 对 那如果有分奖金的话 会实现奖 那个有 那个已实现利润的话 会分奖金 那最后7天 理论上 他应该会有 在一个回补的动作 所以今天虽然说 这一根长黑 可是我们认为 大盘跌到 这个X线的位置 那这边还有7天的位置 或是说 我们明年1月17号 我们的看法 那还没有破0.5的位置 我们暂时不变 就维持那个稍微比较 比那个造法乐观的 一个行情的看法 好 还是先维持不变 我觉得大师的风范 就是这样 因为他没有破 你讲的那个0.5 其实0.5 已经是很深的回档 对 就是说因为一半 你就赚的钱 已经弃了一半 晚以后 你要不要说开始偏空 那时候再来说 只要0.382 我们认为涨了 2500点 要叫你买 你不买 现在已经拉回 你说要往下看 那你永远买不下去 好 杜大师讲到人性的弱点 下来到底是不是要减 这个事情 每个人都觉得很痛苦 对 他变便宜啦 可是现变丑啦 所以今天要来这个节目 我就硬的头皮 有没有 买这个台积电 那时候 那个456 你今天去买台积电 买台积电 你为了上理财团 就去买台积电 因为给赵华说 你有没有买 我说有 为什么要买 不是这么单纯的 11月 11月11号 他那时候跳空缺口 那边有一个462 这边是41.5 这边462 这个跳空缺口的上沿 这个跳空缺口下沿 所以一般来讲 这边462 这边441.5 所以我们那时候台积电 急涨这一波 你急涨这一波 你没有时间进场的话 现在拉回了 在462跟441.5 这中间 理论上 如果说我们认为大盘 还有涨的空间 你应该在这个期间 有没有短线 刚才赵华就讲说 不管看工 看多 你短线 这边应该是一个 可以折击买的一个机会 而且他还破了一个半年线 那最近魏哲家 那个都在买 而且他每隔夜买200张 200张 他还有两笔 因为他应该会借800张的钱 因为他设置1600张 借615%的钱 应该有800张的一个钱 所以我认为今天买台积电 就在这个位置 等于魏总裁 他有亲口说出来 他去职押股票拿来的钱 加码台积电是看好台积电 他有亲口说出来 所以你也买单了魏总裁 而且加上这个线型 你觉得是开始减便宜的区间 对对对 因为我们在这边也有稍微买 那时候去参加除息 也还没有卖 那今天他有下来以后 收养就开始 这稍微再做一个短线 所以今天真的在这个位置 也要买他 所以刚刚杜大师很清楚 人性到底这时候跌下来要贪然 还是害怕 因为有一些股票 等一下会讲 是要害怕的 不是每一党都像台积电 让你有信心 对那头部的话 我们最有名就是民众七十九年 我们那时候我们有八千金 六支金融股 两支传产股 传产股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华盈 跟台火 那金融股就是台售 三桑盈 还有开花 还有北契 北契做北契 那现在叫永鸿金 那你看他高点 一九七五 是 头肩底 后来你看他跌完以后 跌剩下二十四块 所以万一你买在头部的话 你看到多产 三十年来都是下跌 还有因为国泰金 以前叫国售 国泰金有配股配息 所以来讲 你买到有1PS有好的股票 理论上你到老以后 你还可以三十年来以后 你可以解套一些 这是我们几一个 当时最好的股票 目前还算不错的股票 好 三十年后有机会解套 可不可以不要 对 万一你买到这个一只火柴 是 一只火柴 你看到他当时的最高点 一四二零 后来跌到两块钱 那最近的话 他大概量都很小 而且最近的话 他不是卖四零管底 那一块三栋环子 那国保基金去跟他买 像买了五亿多 他有稍微反弹上来 可是成家量很小 所以我们如果说 万一大家买电子股 像这一只股票这样的话 那你就很惨 有没有 理论上你不应该说要解套 你能分一些股息 已经算不错了 就是我们大概买到 比较不好的股票 他比较像是电子股里面有些产品 会改朝换代 旧产品 完全被淘汰的情况下 那这一支是两年前手机 现在就是说他是VR 我就想到小时候 为我们观露音的一个 挡一个红袋子 他每次跟到VR这两个字 那你还被感亲切 对你看他是M头 有没有 最高点下来以后 他不是也是跌到二十五块吗 是 有没有 现在VR这个题材 有没有稍微上来一点 虽然他没有获利 可是因为他有想象空间 目前还在这个做一个短线 广大 所以有时候你买股票 在我们这两年大家看一下 他十二千斤 里面有十支是电子股 两支传产股就是我们的那个互帮煤 还有亚德克 互帮煤你看到从两千多块 跌到四百多块 亚德克现在还高高在上 那像比较好的 就是像大力官 所以如果万一你买到高档的话 你看到这边也是跌大段 在做反弹的话 相对一个想象空间 这是我们大概 那我可以下一支 大概历史上就是说 上千元的股票 要维持很久的少之又少 对不对 对像这支就还算不错 大力官到六千多块 有没有 那他修正完又到一千多块 现在还可以反弹到两千多块 而且他的获利还不错 这是两颗所谓镜头 两颗镜头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奉劝各位 就说在在多头市场 你买那个高价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做一个EPS 还有EPS 另外来讲像这家公司的CEO CEO很重要 很重要 大力官家族从来没有在卖股票 很不怕 像刚才讲国泰金 很老 那像我们刚才讲 我最近不是欧影万台积电吗 看到我们以前做股票 经常最怕 是说我头上写 坏人两个字 你还要买 你免太老 以后到那个金管会去抗议 有没有 可是他讲说 以前你赚钱的时候 为什么都不讲 这是我们要 所以像我们CEO很重要 还有公司的那个企业文化 你买这些股票 你应该万一真的套牢 你也相对来的比较安心 好 所以呢 千元股要看产品之外 老板的文化很重要 因为等一下我们第二段 就会讲老板偷卖股 我们自己要小心 那最近不是有一些轻工股票 还有环境的股票 这些想象空间 那我们认为大家好 有时候我们跟上次有讲说 有出大量 你应该买 那没量缩 可是相对来讲 这个雷三黑 那个高档玩游 他是跟上来的体察 你就要小心 因为你如果看他EPS 又没有 那万一这波反弹结束完 如造法所讲 万一只反弹那么少 你更可怜 有没有 那这些股票你就要注意 他没有EPS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也是一样 他是台来的一个 做均工的一个零组券 也是跟着均工股票上来 对 有没有 也是 下跌也没有量 有没有 没有量 这个你就要小心 好 他的问题也是 之前有透露 高层是有人在卖股票的 这个还不错 他是一七零一 是第一支货 是 不好意思 他盘整很久 未来因为大陆疫情的关系 不是在抢药 所以相对有些药的股票都涨 那你看到他也是 两两黑 那只有短剩的一个量 那这个稍微要注意一下 所以他也要注意 不過他算是有EPS 对 他算有AG 可是因为他以前盘整的那么久 因为突然间 我有一个机器 买他五年多套牢以后 这一波上来以后 他刚好能解套 是 好 这边非常 谢谢杜大师的解说 好 这边杜大师的话 要听清楚来 因为杜大师很常在节目提醒 其实明年他是看比较空的 只是这一波的行情 以大盘形态来说 还没有完全被破坏 所以没有被破坏的时候 掉下来的好股票 他还是会以买进来试之 但是有一些没有EPS的 或者是自己大股东 本身就在卖股的 有做头倾向的 他会希望大家赶快走 明年景气不好 这些公司可能会跌得更惨 所以现在股票是分两种 杜大师的话要听进去 那广告回来 微良要来提醒大家了 最近一个月 好多鬼故事在上演 以前我们说 大股东申报持股转让要小心 但是你知道吗 每天卖10张以下 他不用申报 只是下个月报表结出来 他的股票怎么默默减少了 原来天天都在偷卖 谁在干这档事 好等一下微良会告诉大家 但是也有人是天天默默买 等一下全部揭晓 好我们看到台积电的总裁 魏哲家 10月11月各买了200张的台积电 而且他还明讲 他就是看好台积电才去直押股票换现金再加码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跟魏哲家一样那么光明磊落 其实这波涨上来很多的大老板觉得 哇我的股票怎么莫名其妙涨那么多 以到满足点偷偷在卖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们要不要趁机也下车呢 好这边来请教微良 大老板卖股票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当然其实呢 我们一般在操作股票 卖股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学问 那有三个时机 第一个呢就股票变差了 股票变差了 对就营运呢会开始走下坡 第二个呢变贵了 那这个当然就评价来到高档 第三个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差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变贵 那就是呢 内部人在卖股票 对开车的老司机如果都下车了 那我们是不是该小心 好因为有一句话是说 他们不见得卖在最高价 但是长线来看绝对卖在相对高价 对那这个如果以上四位公司的内部人 那其实所谓的定义 就包含董监事经理人 像一些经理协理副总 这些内部重要的管理阶层 还有就10%以上的大股东 那么也包含了以上身份的人 他们的配偶跟未成年子女 通通都是受到买卖的规范 是好那卖出的部分 是大家特别在意的 就是因为很怕因为资讯不对称 所谓春江水暖压先知 那同样的如果这个风暴要来临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先这个跳船求生 所以都按照规定 必须要在4000先做申报 对那申报完过三天 他就可以开始有一个月的时间 去执行卖出的交易 那事后他到底有没有卖 那卖了多少 比如说申报转让他要卖1000张 最后他也不一定是1000张全部卖完 有可能卖了一部分 也可能一张也没卖 那无论如何这些股票的持股变动 都会在下个月15号的时候 统一在公开资讯贯彻站去做揭露 好有一些条件是不用事前申报 对不对 对他还是可以默默的卖 刚刚赵华提到的 这个以上这些内部人 只要他一天卖股票 是在10张以下 对那包含10张 所以如果一个月有22个交易日 其实只要愿意慢慢卖 偷偷卖 那一个月下来也是可以卖220张 一个月卖220张 我们没有看到他申报 可是15号揭露 还是跑不掉 他少了220张 对所以其实在追踪筹码的功课上面 有时候真的必须要很勤劳 而且看很细 因为当然有些大股东 是直接事前就申报 这个有点像敲锣打鼓 跟大家讲我要卖了 那是不是比较容易 可能造成市场的恐慌 那万一散户卖的比大股东 或法然卖的比大股东更快 因为我刚才讲 他必须要经过三天 才可以开始执行 所以如果散户先卖 或法然先卖 他可能后面也没有好的价格 他先去放空好了 但如果说他是真的是有心机 一天10张10张卖 一个月卖220张的话 那事实上在隔月的15号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去比对 他在前一个月份的持股 跟这个月份的持股的变化 你还是会发现 他是不是有异动 那当然也不是都是坏的 那有些是买进 这也是一种异动 就像魏哲家 大概就发现说 连续加码了两个月 那无论如何 其实这些持股的异动 我们要留意第一个来 重点就是身份别 因为我们刚才讲 其实如果一般来说 像领星阶级的经理 那他卖个5张10张 有可能你必须 不能说情有可原 就是说人家可能想要买房子 或是有急用 对 毕竟就是说 他也没有其他可能更多的财产 真的房子过年要到了 要装潢一下 去拿调度资金 他卖一下没关系 但如果是董事长 总经理 这个可能事情就比较严重了 甚至母公司 对 因为最了解公司营运的 中长期变化 不外乎就是这些了 而且它具有指标性意义 那所谓的买卖战品 当然就是说 如果他持有1万张 卖个100张 甚或卖个50张 这个可能影响力也还好 但是如果说他卖 他持有5000张 但申报转让5000张 卖光 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就是全部他要出清 甚至就是说 他不惜就是这个位置 他会被拔掉 因为如果你申让超过你当选12分之一 其实是要被撤除职务 有些人他不在乎 那这个真的事情就很严重了 那再来当然要搭配股价的位阶 在相对高档的时候 这种声浪要卖出 我们就必须要特别小心 好 那威良 最近卖股票的大老板多 还是买股票的大老板多 其实最近真的要找到逢低进场买进的 这种股票真的相对比较少 所以有可能大家还是在担忧或观望 明年的景气前景 那反倒是看到就是说 不管是声浪的 或者是私下偷偷卖的倒是不少 那至于说我们讲申报转让 是不是全部都要很担心 就代表这个股价要做头反转了 其实那倒也不一定 因为一般来说 申报转让有五种不同的目的 这个在申浪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先注明了 是属于那种情况 那第一种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要最关心 也是其实最害怕的 就是一般交易 好 一般交易 那简单来说就是申报生效以后 他就是要直接在市场上卖出了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他当然就会造成 除了内部人的卖压之外 有可能他形成是一个骨牌效应 因为市场上 只要有关心这家公司的人 大家发现连内部人都在逃生了 大家可能跟着卖 所以当然后续就会比较偏空 好 其实有四个都是中性偏多 对 只有一般交易 申报转让后会直接卖 这个是比较偏空 没错 还有就是 有人根本没有申报转让 是偷偷来 是哪些公司 刚才讲一个关键字 220张 有可能一天10张 我们举例来讲 这个高端疫苗 11月份呢 其实他没有任何申报转让动作 可是呢 透过12月15号的这个 我们事后回头去查询 发现说 整个持股呢 其实是减少了220张 那22个交易日 不就刚好一天是卖10张 所以这就表示说 这个就是董事长有心 不让市场发现 他正在出托股票 不想打扫金蛇 那其实董事长就是 也是另外一家挂牌的生技公司 就是基亚 等一下 这是他妈妈 没错 所以妈妈不疼小孩 已经够严重了 妈妈还遗弃小孩 这个未来可能就代表说 整个公司营运状况 可能我们必须要特别留意 特别留意 会不会有一些转差的 这种情况出现 那另外来讲的话 杨明光的董事长 其实也是另外一家挂牌公司 中光店 中光店也是母公司的意思 大股东 他也卖了210张 换句话说 一个月下来只休息了一天 其他每天也都是持续的 丢股票出来 那我想这些 其实100多张 200多张筒 以下包含附顶 精锐 所以见准艾地亚经济立基点 其实我全部都查过 这些公司一律都没有公开的申报转让 所以代表他们通通 你不要想说卖的张数 好像还好一两百张 可是他们通通都是偷偷卖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心机 其实更起人疑动 是啊 因为不申报 对不对 直接慢慢卖 因为像有一些股价 当然高端跌很多了 有一些像精锐 还在很高档 我们就会有点惊惊 就是到底是为什么要偷买 对那当然我自己推敲 因为精锐当然是好公司 但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 卖股票有一个讯号就是变贵了 未接 未接 因为精锐今年涨了两倍 然后再加上它前三季5.3元 那EPS你这样一算 其实本益比非常非常高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去做一些调节 好那再来其实我们就看一下 在这个 你就准备了精锐 对 所以其实当然 而安控这段时间 你会发现很多二三线的小厂 或者说营收获利 没有跟上来的公司 其实都是弯头往下 蛮明确的 他很强 精锐到目前来讲 你还不能说它是一个头部 可是我想它的月均线的位置 大概也就接近它的上升趋势线 刚好就在可能这一两天 要来做测试 如果这个月均线一旦被确认跌破的话 我觉得至少它也必须要进入一段 中断整理 而且不排除就是 必须进一步下探季线 因为毕竟股价真的涨多 而且偏贵 另外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艾蒂亚是自行车相关公司 它之前不是有巨大事件 不过巨大本身并没有重挫到非常严重 对 可是这个时候 其实让我们整个回头去检视 自行车产业 因为疫情的红利回吐之后 对 到会不会今年开始有点转弹 明年变更差 你看这个股价高点越来越低 低点的部分其实也是在持续破低 头头低低低低 对 很明显就是已经呈现偏空的走势 我想目前以艾蒂亚的一个情况来说 任何的一个下跌都不能去摸底 那你如果说真的有持股被套的话 我觉得逢反弹 其实碰到任何这个中场级均线 应该都要先做减码 好 也等于说 它比较有可能是产业景气发生了 明显变坏的问题 有机会是这样推敲 那金锐可能是真的涨很多 变贵 此时不卖 也不确定后面有没有更高 就干脆先卖一卖 好 也有一些高层 其实在最近的这个行情 可能没有那么火热状况之下 他们也是悄悄的 在逢低布局 但是买进好像不需要申报是不是 买进不需要 买进不需要申报 因为买进也怕人家跟单 所以只能在次月份去追踪 因为有哪些公司正在买 我觉得这边有些公司 特别值得我们来聊一聊 比如说2034允强 我好久没关心他 不锈钢大厂 说真的要不是去追踪筹码 很少人会去留意他 但是为什么我提到他 你会发现到 他在11月份的时候 其实这个特定的董事 他加码买进了两万六千张 那现在他的总持股 累计是两万六千零三十张 等一下 他买了两万六千张 总持股只有两万六千零三十张 换句话说 他原本在上一个月的时候 他的持股只有三十张 那他还当什么董事 那可是值得留意的是 这一次一口气买了两万六千张 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未来 就有一些想象空间 同志如何回到允强基本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当然不锈钢 或整个钢铁的景气 看起来最坏已经过去 有这样的指标意义 但是要复苏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至少我们看到内部人 已经有大动作去做加码了 所以未来如果说大家喜欢做一些 长期的投资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列入追踪 对 我也在想 最近房市不是说景气要变淡 留意一下 很多其实存股族朋友 蛮喜欢中美金的 因为他也像是一个半导体控股公司 事实上董事爷小作加码40张 我认为这个有可能是 因为中美金他半年配息一次 配完息之后 他把股息再拿来去做加码 这也是一种很棒的复利行为 这个其实也值得就是存股族 可以参考这个动作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像日游的话 其实在上个月 其实股性都还冷冷的 大陆也还没有这种所谓的 解封的实质力多跑出来 可是董事就已经加码了73张 那日游其实最主要就是做 废弃物的回收 还有医疗废弃物 所以在这边来看的话 大陆的解封之后 让它其实也有一些议题产生 好像有人说日游在大陆 可以处理往生者 有这样的说法 真的股价是狂飙 主要还是在医疗废弃物 那我们来看一下 2013是允强 但最大的优势是位阶低 那这边来看的话 如果你喜欢这个投资 所谓景气循环环股的话 那当然就是在还没有利多之前 你就要留意它 但是实际上如果要卡位 要买进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观察 成交量最近比较低迷 所以要陆续开始有点增量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才会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买点 以免买太早 那个等待的时间很长 到最后磨到没耐心 可能就会被洗出场了 是 其实今天盘面上钢铁股算是相对强的 不是说没有跌 但跌得很少 对 所以可以观察看看 那再来讲话就是刚才提到日游 那当然最近因为中国解封 这个利多其实就已经开始发酵了 那目前来说其实 可是它打完一个底型之后 这一段时间其实冲太快了 冲太快之后 当然中长期是可以值得留意 因为如果以12月来讲的话 这个成交量是属于月K等级的出量 代表应该是未来中长期营运 会有一些重大的突破或转变 可是当然短线涨多之后 你可能要利用它拉回的时候 接近了可能十日线附近 再来做考虑切入 短线高低点落差可能有快要五成 对 所以这种急涨公司 其实也不能说马上急着去追进 所以像这个载版的大厂星星 其实他的董事长曾子彰也申报转让 他今天跌停板 因为大概半个多月前市场就穿 NVIDIA Intel都对载版三雄进行砍价砍单 事实上那时候讯息就出来了 星星也在昨天公布 CAPEX要大幅砍掉 没错 曾子彰先申报转让 这身份当然很敏感 是董事长 而且这个张数是高达1290张 而且大家再看一下 它的转让期间 其实是在12月初 所以如果说 以股价的位阶来看 当时算是反弹一波的相对高点 所以当然不免会联想说 是不是也是掌握了特定资讯之后 事先在高点开始卖 不过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 要特别留意就是说 它的申报转让的方式是正宇 它是正宇给它的配偶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较像是一个 正常的理财行为 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男人的爱妻行为 不要送给爱妻会跌的股票好吗 因为说实在 郑宇就是重点是 它并没有在市场上卖出 因为夫妻之间如果股票的移转 这个都是不会纳入郑宇税的 课税范围 对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应该是一个巧合 但是至于说股价这里 这个跌下来的话 可能就要留意 因为之前在新兴法说会展望保守之后 它杀到一个大概100出头那个低点 这一次当然有可能就是 因为缩减资本支出 又让明年的产业前景可能 又有一些变数 所以会打第二只脚 这个第二只脚 我认为只要不破第一只脚的低点的话 其实对于中长期来讲 就不需要看坏 因为它EPS明年估的 我看券商还是蛮高的 大致上会跟今年是算接近 所以如果以大部分电子产业 其实明年是大幅度下滑的话 能够稍微保持持平衡公司 都算稳健成长了 尤其就是说到后年来看的话 整个EPS宅板 应该还是会回到这种 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 那因为星星本身是龙头 也是产能跟良率 比较好的代表业者 所以我认为其实 这一次如果让它顺势打第二只脚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坏事 威良 你反向思考了 对不对 这几天载版的利空那么多 今天也中错 但反而要思考 明年它的获利跟今年的预估 没有衰退太多 对 相较之下还是一个成长型产业 对 我相信在跌个几天之后 可能法人又会有上锈的一个 平等出现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股价 跟市场看法的循环 好 这边非常谢谢 新南股神威良的分享 所以威良提醒大家 通常大股东会先申报持股转让 最差的情况就是在市场上卖掉 但是反而大多数的情况是对公司未来看好 只是只是最近偷偷卖股票的大股东变多了 这个也代表说短期间市场可能逢高出脱的气氛会越来越浓 大家要格外留意 当然如果股价在低位阶 大股东在默默吃筹码的 这个也可以当作明年长线思考的方向 希望今天这一集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 广告回来 我们来聊聊电动车了 因为最近特斯拉的股价跌跌不休 也传出可能上海的特斯拉工厂 有停工的可能 好 马斯科又出奇招了 他就叫大家又投票 说到底要不要让他辞掉 推特的职务 大家都说要 因为你的股价跌太多了 手上有电动车ETF的投资人 现在也心慌慌 我现在要逢低大幅加码吗 还是电动车市场 其实出现了巨大的版图变化呢 好 常常有人戏称 马斯克本身就是一个外星人 常常语出惊人做的事情 也常常让大家摸不着头脑 最近他问大家 是不是不要再搞推特了 大家都觉得对 你快要把推特搞灭亡了 不过最值得关心的 还是他本身的电动车 特斯拉的市占率 事实上最近确实在下滑 出车的状况也不如预期 到底为什么过去 我们认为电动车是走三到五年 一个好景气的 特斯拉却逆势而行 其实不是电动车市场的问题 很可能是版图正在大变化 所以如果你手上的ETF 是锁定特斯拉的话 最近应该跌得蛮惨 但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就比较好咯 这边要来请教古鱼了 电动车产业你也看很久了 因为台湾发了非常多的电动车ETF 本来是当红炸子机 而且一定要有特斯拉 他股价那么高 我不可能去美股买 但现在跌下来了 现在跌下来了 到底这个人是不是要回火星了 没有他应该还没有准备要回火星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希望把他赶回去火星去 因为事实上以马斯克来讲的话 他今年感觉上有一点不务正业 因为他除了天价买下来之后 他们自己的特斯拉的股价 就一路一直往下走 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等同是一个相对非常低点的位置 而你看 事实上电动车这个东西 它的趋势有没有消失 没有 它还在持续当中 只是版图有变化 对 它版图有变化 所以你看我这边帮各位 找到一张资料图 这个资料的话 是从2015年到2022年间 整个车市它的一个比重状况 那你会发现 在2020年这段时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整个车辆销售的状况有趋缓 那21年跟22年的话 缺晶片 是缺晶片 所以你的那个产能是拉不上去的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是 红色这一 粉红色这一个的话 是传统的油车 黄色这个的话 是所谓的电动车 比例还蛮明显的大幅提升 对 没有错 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 在谈电动车的一个很大趋势 是什么 世界各国的政府 都在法规上 不停的去强化电动车购买的一个优势 所以他就是要把电动车的 比例把它也拉高 那第二个的话 因为他的占比开始提高了 所以补助 已经有开始陆陆续续退场的一个现象 不需要补助你了 你快要变强势车款 你快变强势车款了 虽然各地还在建那个什么充电桩 可是我买电动车这个主体的补助 正在开始慢慢下降当中 所以导致最近在看电动车的价格 你有没有发现 之前越卖越多的时候 好像一直在降价 有别别压 可是现在的话价格开始在往上调了 那你在价格往上调的话 就会去挑战消费者的消费的一个意愿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来跟观众朋友讲一件事情 以电动车来讲 他的整个的趋势 正如同我们之前所讲的 他还在继续往上走 这个替代的效应还是在的 可是因为他的整个售价 那个开始在往上涨了 所以他就会挑战说 到底继续往上涨的过程中 原本的替代的效应非常快 会不会到后面的话 替代的效应会变大 可是速度会变慢 这是我们应该会去注意到的一个地方 替代曲线开始变缓 还是持续替代 但是不会成长那么快了 再加上不见得大家都要买特斯拉 对没有错 因为以前我们常常讲说 只要听到电动车 就是特斯拉 就是特斯拉 其他好像杂牌这样 我特斯拉开出去那个logo 对不对 远远看像海神 对近看车子的话 像那个法拉利 对不对 那感觉这样很炫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其他的电动车 也开始进到这个市场里面来 尤其我觉得传统车厂 做的电动车有的也非常漂亮 对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Q2的那个市占率的统计 BEV的部分代表纯电动车 纯电 那PHEV的部分的话 代表是油电动力混合车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电动车的龙头是谁 还是特斯拉 没有错 15.9%的一个市占率 但是后面的话像比亚迪 没想到比亚迪这么高 对 比亚迪11.2% 上汽通用50的部分是6.8% V的部分的话是4.2% 比较多中国品牌 对 都是中国品牌 所以中国品牌在电动车这一块 它整个有发力把它整个市占的部分一起给拉上来 便宜 便宜 其实便宜很重要 对不对 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了解到 特斯拉在之前的市占率到底有多少 它之前的市占率的话是23% 好 它从23% 对不对 一下掉到只剩将近16%而已 掉很多 掉很多 这整个市占率掉下来之后的话 那你就会去思考 那这样子我手上如果持有很多的特斯拉 它会不会反而是对我这档产品的一个绩效 它会变成是一个障碍 这是有可能 因为你会看到说 我的电动车越卖越多 市占率越来越高 怎么我特斯拉的股价越来越不好 因为它的市占率其实正在下降着 所以这是我们在看 你的产品里面 如果有包含到特斯拉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但是油电的部分 反而比亚迪现在一直独秀 对 没有错 它是一直独秀 后面全部都被它扒着跑了 所以如果说产品里面的话 它可能是这种纯电跟油电东西 有混合在一起的话 也许在这一波的修正的过程中 它后面它的修正幅度会变得比较少一点 那事实上在之前 特斯拉的股价表现很良好的时候 那个国内的投进 发行了非常多档 跟电动车相关的一个产品 因为股价高的时候 说真的啦 很难在美股买特斯拉 是 没有错 非常的贵 就算它中间已经切割过好几次 事实上还是相对非常的贵 所以我们在这一两年的话 台股大概有发行了四五档电动车相关的 然后我帮各位做了一下整理 国泰全球智能电动车 这个是00895富邦未来车 好 先看这两档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发行了这么多档 但是里面有含到特斯拉的 就只有这两档而已 原来是这两档特斯拉比重特别高 对 特别高 你这样子执名性很强 我没有执名性很强 针对性很强 因为事实上很多人冲进去买电动车的 首要目标就是 我没有办法直接拥有特斯拉 没有关系 我透过ETF间接持有他嘛 好 那到底现在怎么看呢 现在怎么看嘛 来 我首先来看一下 00893特斯拉的部分的话 实际上占了15.2% 那00895的话 富邦未来车 特斯拉的部分占了21.9% 这相当高 是 那事实上这两档 它的整个标的物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以那个00893国泰全球自动 那个自动电动车ETF 它的核心是什么 我要投资在纯电动车上面 很好啊 因为他就叫电动车ETF 电动车有两种 一种是油电动力的 一种是纯电力的 纯电力的意思 所以这一档的话 它是布局在纯电力的 那这一档富邦未来车的话 它的叫做双边压宝 怎么说 你看它除了特斯拉 这是纯电的嘛 像Toyota 通用汽车 福特 传统车厂它也有 传统车厂它也有 所以它等同是 我一边压在特斯拉纯电上面 另外一边的话 我压在油电动力这个方面 也可以啊 因为现在很多的品牌车厂 都准备要做 不管油电或是纯电 对对对 但是这一波整个下来的时候 发现这两档跌的差不多 对对对 毕竟人家的电动车 也还没真的量产 对对对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反倒是这种电动车的纯度非常高的 而且是压注在跟品牌相关的 对 在今年的回档度高达32% 是 非常的重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这个明年恐怕还是会有问题 明年还是会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呢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升级循环下面嘛 对 所以有可能会出现很诡异的现象 什么现象 我的销售是往上走的 但是我股价是往下走的 这就是一个平价的一个问题 我待会会来做一个解释 平价的问题 获利也许提升 但本益比下修 对那你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说法 会不会是过去几年不小心那个本益比拉太高了 现在正在走那个修正的过程 那另外一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还有两档是00896中性绿能电动车 那另外一档的话是00900永崩台湾智能工业 那这两档又是什么样呢 这两档嘛 这两档的话呢 这纯度没有很纯 不纯 不纯 因为你看 要砍头的 在他的前十大里面 对 根本就没有特斯拉 那也不错 也闪过了 可是有台积电 有台积电 杜大师概念 因为在供应那个车用晶片嘛 对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样会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越不纯了 今年反而跌的比较少 他们这两档根本就是台股的嘛 没有国外股票啊 对对对 但是因为这一档的话 他是focus在供应链里面嘛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整个成分股的话呢 就是电子临组件相关 其实就是科技ETF 就科技ETF 不能叫 好 就是科技ETF 有跟电动车扯上边 好 然后呢 可是这一档的话就有趣了 他还有南亚中钢台秤 他的纯度非常的差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有绿能的这一块 那有绿能这一块的话 就把一些什么 跟太阳能发电啊 然后有一些什么 什么资源共生的那一块的话 全部都包进来了 所以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 反倒是纯度不好的 今天跌的比较少 好 但是你要给一个总结了 对不对 一个是纯电嘛 上面那一张 一个是纯电加油电嘛 一个根本不纯 一个根本就是科技ETF 对没有错 到底怎么样来选择跟判断 或者手上有这四档的投资人 现在有不一样的处理方法吗 处理方法吗 其实我们应该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你在看好电动车中 你到底是看好在品牌端 还是看好在供应链端 其实你都是看好在供应链端 那你这种电子零组件的部分 你应该是focus在 在这一部分来做加码的一个动作 可是我相信在这个时间点谈加码 这个这句话讲出来是痛苦的 不会啊 ETF不就告诉大家 第一是产业型的当核心持股 没有错 月碟你还是定期定额继续扣 是没有错 可是你忘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刚刚杜大师有秀了一张图 什么图 一只猪跟一只鸡的图 好 对不对 是 猪什么时候会跑出来呢 你股价涨的时候 猪就跑出来了 年初 今年年初 因为非常的贪婪 对不对 可是呢 当股价修正的时候 那只鸡就跑出来了 可是在鸡跑出来的时候 我应该要买啊 对你要买 可是你现在正在瑟瑟发抖 是 你在发抖的时候的话 事实上你要去做加码 这件事情是非常痛苦的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说 我如果今天是对品牌的电动车有兴趣 对 事实上呢 你还是只有前面那两档 你可以去做一个考虑的一个动作 但是你要有一个心理的期待 是 这个回档的时间点 有可能要超过一年以上 因为现在还在走一个那个评价修正的一个周期 所以你千万不要期待说 他很快就可以站回到原本那个所谓的高点的位置 可是就跟刚刚赵华讲的一样 这个在走一个修正的位置的话 正好是我们用定期定额去摊平成本的时候 对啊往下扣嘛对对对往下扣嘛 所以我们之前在节目讲说这个微效曲线啊 通常你不能够只笑一半 你不能够只笑右半边 那左半边都不笑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 如果你是用微效策略来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话 你真的要继续坚持下去 好那我们快速给观众朋友一个结论好不好 假设我手上有高科技 而且都是这种过去高评价的股票 那还有电动车的ETF 我需要过一段时间再开始扣款吗 避风投需要吗 避风投吗 你如果是做定期定额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 完全没有 只是要忍耐 对你要忍耐嘛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你定期定额就是在博所谓的微效曲线 那你不能够想避左边只想坐右边 就像我们刚刚那个杜大师 有稍微讲了一下 我永远不知道 那个所谓的真正的最底部在什么地方 有纪律的人继续扣下去 想要单笔的人 想要单笔的人 我跟你讲很简单 你过完年之后再来看就好了 因为其实为什么 你会一直去思考 我要不要现在先退场 要不要先减码的人 这些人其实你遇到过年 你也会去做相同的一个思考 那你干脆就离开就算了 好 等于是现在的环境 对这些高科技股并不利 最好先适度减码 是是是没有错 好 这边谢谢古瑜的解说 所以今天手上有科技 或是电动车ETF的朋友们 假设你本来就是定期定额 要跟他长期抗战的 不要担心 产业趋势三五年以后 都会向上不会改变的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单笔抄底 或是单笔获利了结的 现在可能是一个时机点 明年的利率环境 可能会升到五% 升到五%的话 对高科技股的压力是非常大 而且会延续一整年 所以明年如果你要单笔 会有比较好的时机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来到现场 提供了很多的策略跟看法 今天台股的重挫 以大盘来看 还没有真的破坏形态 但是个股很多在做投 大老板很多在偷卖股票 各位朋友们 年关将近 如果你手上有获利了结的 今天有点到名的 你可以做参考 希望今天理台大安秀 对您的投资有帮助了 明天再会了 拜拜